我想第一个他有提到的就是说路要开 然后再来就是我想有个诉求 基本上也是之前议员一直要求社会局这边 就是说现在广直开发 尤其是社府用地这边如果说很有开发的话 那是不是社府这边的话就编预算 然后把那地整一整 然后部分规划成停车场 那部分的话就规划成检疫的绿地 然后来供民众使用 那后来那个黄巨厂事有说 事实上他们目前的话 现在在等福德平台这边的话 还有两栋还没抵报废的年限 那大概如果说到时候整个比较确定的话 那可能就会用专件的方式到审计部那边 然后让社府同意来拆 这位就是福德平台这里 那到时候就整个就福德平台拆了之后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整个广直目前社府用地部分的整个 就是基地的话也会重新整地 那我想他王浩局长有承诺说到时候然后会给 会考虑周边里民的停车需要 然后来开辟一个临时性的停车场 然后让里民来停车 然后也会有一些简易的绿地设施 这样来提供给里民 这是王浩局长大概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有答复给我们的 我想说这部分的话来跟高先生 还有那个大姐做个说明 那他有没有一个其成的说明呢 对所以说我想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把大家的需求带回去 然后再请议员 然后再跟市府这边来沟通 就是说尽量 然后事实上整个 还包括说设计神要走的时间也相当相当的长 那是不是就赶快地整一整 那就把它规划成简易的绿地 然后跟一些停车空间 然后给里民来使用 好不好 我想这部分的话 那我们议员这边 然后我们办公室都会继续来努力 这部分的工作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 那就是那个大姐有提到的就是 整个多计划的话 然后今天才真正定 就是说应该说都市计划 后面整个容积调整 还包括说一些变更的话 事实上今天才定案 那如果是定案的话 那开辟十一米计划道路 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那是不是请杜大局这边再讲一下 不是 我是说在这之前就已经动工了 对 就是整个计划道路开辟 然后都已经动工 然后包括移速这些东西 休之断根移速 是 这个部分杜大局这次不少说明 就是刚才我前面有提到 因为那个都市计划内容 大家可能 因为有时候写的比较复杂 大家比较没有去看 可是我想 如果真的关心这个案子的 我也是不是希望请各位乡亲 真的我们在这个案子 其实都有把它放在 我们独发局的网站上 那其实大家真的如果有关心的话 其实可以先上去 把这个计划书的内容稍微看一下 可能就了解说 其实市政府目前 它确实是依照都市计划的部分来进行 那我再稍微再说明详细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这个95年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都市计划 其实也已经把这个北侧的社府用地 南侧的这个公园 商业区 以及中间的这个11米的计划道路 这个分区 就是把它定了 就是说这个土地的 它的未来怎么使用 它这个分区是定案的 那我们在102年 因为重新取回这个BOT 这个结束以后 跟博德结束以后 市政府重新拿回来以后 这一次提的计划案 其实并没有去调整 这个分区的这个变更 那仅仅只是因为说 因为当时候这个计划是95年 那现在是102年 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考量这个目前 这个所谓大家也知道 就是目前台北市有这个 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其实一方面就是在质疑政府说 对于这个房价的部分 要怎么去评议 这部分应该要做一些努力 所以市政府从大概 郝市长第二任上任以来 就是推动这个工营住来 真的一直以来 是市府目前主要的一个重大政策 那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不晓得 其实不只是在广池的这块工有土地 其实我们在松山区的宝青 然后像旺华区有清盈工营住宅 还有南港的一个台北 其实目前我们是尽量希望是在 利用这个工有土地的这个资源的上面 尽量去提供这一些工营住宅 提供给这些青年 从这个供给面的角度去提供 那希望可以 是否可以尽量去 就是调解这个目前台北市 房价过高的问题 那也因此在这个部分 我要特别说明就是说 这一次102年 我们提出的这个都市压草案 其实没有去动到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依照原来95年 它就是计划的道路了 所以其实它是不影响的 今天的这个都家变更案的过不过 只在于说北侧社服用地 它的容积 未来开发量是多少 对于这块计划道路是没有影响的 依照95年的计划 本来就该 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说明 市政府就应该去 编列预算来做一个开辟的 那我是在做这样的补充说明 谢谢发局 那不晓得说在座的 相信还有谁没有发言 然后想要拿来意见的 我的问题有被回答到吗 但是应该有啊 对啊 有啊 大姐 它的意思是说 我的问题是说 今天才通过 为什么就已经动工了 这件事情有被回答到吗 不是 那个大姐 我想 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计划道路是95年 那时候就通过了 但是它今天它所变更的 不是变更这计划道路 是变更整个北侧社服用地 它包括说南侧 整个那个上用地的一些 那个西部计划 所以说计划道路的部分 是95年就过了 它今天变更只是计划道路 北侧 跟计划道路南侧 这两块基地 可是原来是整体开发 这一次的变更是把它变成 分开开发 如果是整体开发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它是 你是不可以这样动的 你是不可以把它 就是一块一块来处理的 不是吗 我再补充送理一下 这个早上其实大姐应该有参加 其实我已经就说了 那我再 不我的意思是 我们今天 我再说明清楚一点 就是如果你有去看 95年的都市计划里面 它的开发方式讲了有三个 一个叫做设定地上学 一个叫做BOT 这个都是不同的开发方式 或者由政府编列预算开闭 其实都市计划里面 它是有三个选项的 那只是市政府在95年 一开始采取的是叫做第二个选项 叫做BOT的整体开发 那后来因为BOT开发 如果说BOT开发顺利的话 其实也不会衍生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事情总是有变化 这也不是在我们市政府一开始的预测 如果当时候BOT顺顺利的去成功 也不会衍生下来的问题 那可惜的就是说这个BOT开发还不顺 所以市政府重新把这个BOT 因为BOT是委外的部分 那重新取回土地以后 刚才我讲了有三种模式 那与其这样的话 所以第三种模式叫做 市政府编列预算来开闭 所以我们市政府当然可以 已经照都市计划里面的 这一个选项的开发方式 规定的我们来做这样的选项 所以是不影响的 其实它在原来都市计划 就有规定有三种开发的模式 只是当时候一个是选择第二个 那第二个因为不顺利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拿来评估 其实它有第三个开发方式 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开发的动作 所以如果这样子做这样的说明 OK 那接下来会讲说 还有哪个相亲有什么问题